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学 大家好 请看感应篇正文第四句开始 算尽则平好 多逢忧患 这是一句 也是叙说一桩四起 从这一句到第九句 算尽则死 都是详细说明这个四十真相 这个什么叫算 算是计算 也就是我们常讲的佳奸称楚 命运固然是有 前世的塑造之一 感到的果报 如果这一生当中 没有大上大窝 大概这个一生的命运 确实 实如定数 再流转 这个就是一般人所讲的定运论 念于所谓的 一生皆是命 半点不由人 这个就是没有大善大悟 但是人要是发心行善 对于你的定命 这个善它就增长了 它就增加了 如果造卧呢 你全身修的佛报会减少 所以 天天都有加减成处 我们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每一天都有加减成处 加减成处的幅度不大 所以命运呢 还会被别人算的那么准确 个人命运如此 家庭命运也如此 家运呢 团体也不例外 乃至于国家世界 你看看世界上有很多预言家 讲这个世界 皆兴获福 这是说大的 它都有个定数 定数不是佛菩萨给你定的 也不是神明给你定的 谁给你定的呢 个人命运是自己造作的 你的家运是你一家人的造作 一家人的供应 过运是一个人的供应 世运是整个世界人的供应 看你造作的是什么 就知道有什么样的果报 善因一定得善口 善因一定得善口 善因一定敢握报 这是真理 诸佛菩萨出现在世间 纯善无我 还是离不开英国这个真理 你看看古人所讲 法华经 一臣因果 华严经 五周因果 都不能离开 因果的定律 所以佛法才说 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 因果怎么不空 因果转变不空 因会变成古 古又会变成下一个因 因果永远在循环 永远在流转 这叫因果不空 这些叶因果报 吉凶祸福 永远在循环 这个就是相续不空 这大道理 这是四十真相 所以佛教给我们 理相 世间相 不能知诸 佛法相也不能知诸 金刚经上说得很好 法上因死 侯宽非法 那个法是佛法了 法上因死 正是因为佛法是因缘生的 因缘生法 没有自信 当体皆空了不可等 事法佛法都不例外 所以都不可以知诸 分别执着就错了 果然能够做到不分别不执着 事法跟佛法就没有差别了 这些道理 大乘经里面说的很多 我们要细心去体会 一切现象 要细心去观察 我们才能真正的受用 破灭 开悟 利苦的路 那么我们观察 现在的大环境 深厚环境 整个世界都在动乱 最怕的是 众生造业 业冠满淫 古人 古人所谓是 作物的人 现在还没有说物报 不是不报 时辰为道 那么像这些事实 过去 历史上所记载的 整个历史 就是因缘古报的写照 现行这些现象 展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看看现在一些人 他想什么 他说什么 他做的些什么 那么将来这个国报 是善 是物 是吉 是凶 是货 是福 不都清楚了吗 都明白了吗 过去生中修福的人 这一生不晓得在修福 专门在做窝 他的福 他的福 就逐渐在减少了 这个就是算借 贫是财富是调的 好是好孙的 好孙到最严重 好孙到最严重 家破人亡 它不错 太天了 无人 乱至于 国家了 遗忘了 多疯有患 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 这两句话确确实实 是我们自己一生生活的写照 过去生中总算修了一些佛报 今生做卧 卧报还没现前 还有余福可享 过去生中修的佛报不小 那么由此可止 我们这一生当中如果不作物 如果努力修善 那我们这一生的佛报 决定胜过现前太多太多了 这些道理 如果不是真正参透了的人 你给他讲 他不相信 为什么不相信 他迷了 迷得太深了 这种迷惑 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他现在 所看到的 所接触到的 好像不是古人所说的 古人所说的话 似乎是一种理想 不是事实 他所看到的事实 不是这样的 他相信这些事实 真相 其实他看错了 我们可以肯定 他看错了 为什么能这么肯定的说呢 古人的心是静态 现在人是心浮气脏 这个心是动的 就像水一样 水在平静的时候 像一面镜子 照东西照得清楚 如果这个水上起波浪了 照东西必然是照不清楚 从这个道理 诸位细细去思维 人心清净 看东西看得清楚 人心浮躁 看东西决定看错了 所以我们相信佛菩萨的教诲 相信古圣先贤的教诲 凭什么相信 他们的心清净 他们受染无比我们少 我们现在的心思 是大风大浪 这个字节清楚 我们的心 被严重的污染 一天到晚 是非人祸 贪嗔吃慢 天天在挣扎 我们对宇宙人生的势力 怎么可能 看清楚 依照自己的妄想 执着 去行思 哪有不造 卧业的道理 今天学佛 今天学佛要想有成就 要想对点受用 决定要放弃自己的成见 要承认 要承认自己的成见是错误的 要赶快回头 回头神案 依照佛菩萨的教会 修 从根本做起 这个观金的三福 教导我们 从孝阳奉 奉死司长 慈心不杀 修十善业 做起 那么什么叫孝 什么叫羊 没人知道 什么叫奉死 也没有人知道 现在大家看到这些字样 自以为是 我都做到了 这个就难怪 他自己都做到了 他都做得很好 都做得很圆满了 那他就成佛 成菩萨了 现在这个世界 自己宣称 他是什么佛在来的 什么菩萨在来的 这不能怪他了 他自己以为他成佛了 我们在经上 佛告诉我们 四禅天人 四空天人 以为自己成佛成菩萨 现在不必到四空天 就在现前 他就成佛成菩萨了 不解 笑这个字 养这个字 意思 深广 深广没有边际 我们能等多少 等着菩萨 还有一瓶身相无明美断 笑阳两个字 还欠一分 还没有圆满 这个道理 谁懂 证得如无来 究竟圆满的国地 笑阳父母 奉死四掌 才做到圆满 那么由此可知 笑阳奉死 真正做到得力了 你就入圣人的国位了 最低的水平 是原教粗性位的菩萨 那么以这个标准来说 三界 八十八平 见货没有断 佛所讲的笑阳奉死 你就没有分了 你那个笑阳奉死 是世间法 是六道轮回便死 八十八平 见货断尽了 你的笑阳奉死 才是佛所讲的标准 最低标准 我们能做到吗 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真正往生了 你的笑阳奉死 可以说做到一半了 这是佛的标准 可是你念佛 一心求生净土 能不能真的生净土呢 要真往生才行 念佛而不能往生 这个不行 那为什么不能往生 你要想想 你一定要把不能往生 原因消除掉 所以智者大肆 教给我们的方法 我们细细想想 这佛复杂真是慈悲到了几处 用五挺心惯的方法 帮助我们 做助修 帮助我们 破除 是非人物 贪嗔迟慢 这些烦恼 佛真的有好方法 但是 这些方法 我们不肯去做 如果依照这个方法去做 会有效果的 纵然不能够 了断三度烦恼 决定可以降服 也就是 让烦恼减轻 烦恼轻 智慧就增长 你不肯认真 努力修学 那有什么法子 我们往生 要达到什么水平 无凭位是最低的水平 智慧大师给我们实现 他老人家往生 弟子问他 往生凭位 如何 他老人家说是 无凭位往生 无凭位 生凡神通俱徒 无凭心惯 无凭位 说老实话 所有一切众生 故故都能做到 智慧大师教给我们这个法子 他自己做出一个榜样 慈悲到了极处 所以我们冷静地观察这个世界 观察我们自己生活环境 我们今天确实多风忧患 今天这个世界的人 几个人在这个世界 身心有安全感 活在这个世界 没有安全感 你说多可怜 你说多痛苦 这是我们不信的 生于这个乱世 大乱之世 我们能不能得到身心安全呢 只有在佛法之中 只有在圣贤 教学之中 我们可以得到 那就是一定要了解这些四十真相 知道自己 从哪里来的 知道自己往哪里去 知道这个世间 种种业因果报 我们心才能按啊 所谓是理得心按 道理得到了 明白了 心就按了 这些道理四十真相 你不明了 你的心怎么可能会按 这些事情 我们不能不知道啊 不能不清楚 不能不学习 你要想知道 要想清楚 那不学习怎么行呢 学还要习 习是真干的 你才能有真的体会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请问一下 每一会儿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